兄弟们我们又来了 来到我们熟悉的档口 今天有位粉丝伟通阿费 帮他找一台大屏大三眼的旗舰手机 今天他来了 这个就是13PM128G卡贴的配合QPE解锁 信号非常的稳定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橙色 边框非常的亮 没有看到一点点划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 屏幕也非常的丝滑 也没有划痕 这台橙色非常好 这位粉丝肯定能满意的 再来测试一下屏幕 屏幕非常的丝滑 也没有出现端速的迹象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有没有重启记录 非常的完美 没有重启记录 说明这台机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再来看一下摄像头 聚焦正常 拍摄正常 反应也正常 15倍也正常 13PM 目前市场的行情 大概在4000左右 阿费加个跑特会4250 就给这位粉丝了 然后它是A15的处理器 支持120Hz高刷 还有三个摄像头 拍摄成片非常的细腻 我们刚刚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然后回去之后呢 再给我们自检小哥进行专业的自检 然后阿费再给你们保障180天自保 再配上然后摸手机壳这些就可以了 今天呢阿费来到市场 帮粉丝挑一台那个14PLUS 刚好这里档口到了一批 我们从里面挑一台出来 看一下它的外观 橙色非常的不错 没有一点点的划痕 然后屏幕呢 有点细微的划痕 贴膜可以盖住的 基本上95层星目左右 各位粉丝呢 它路上也不多 就3000多 然后又要求可以打游戏 续航场 这个14PLUS 刚好可以满足4400 好像4000多毫安时的大电池 目前是苹果续航最顶级的存在 它是A15的处理器 4800万像素 完全能够满足它的日常使用需求 目前呢市场行情呢 在三千二三千三左右 这个的话阿辉三千块九九 就可以输了 配合QP解锁 信号非常的稳定 来我们来简单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屏幕非常的湿滑 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它的指南针 也没有问题 相机 相机也没有问题 非常的清晰 聚焦也正常 好我们就简单的测试一下 然后回去之后呢 再给公司自检小哥 再全面的自检一遍 就如果没有问题 就可以精管 就可以发出了